要是能把这道菜学会了 家人都夸你是大厨 鸡腿肉给它去骨以后 给它切成和铲子一样大小的块就行 切好以后往里面加入盐 还有胡椒粉 再来点料酒 料酒往里一下 这小腥味等下就下去了 用你的右手给它抓把均匀 抓把均匀以后往里面放入一个蛋啊 再次给它抓把均匀 最后往里面加入玉米淀粉 或者土豆淀粉也行 给它抓成这个熊样 锅里面烧油六七成油温 最维的把鸡丁给它下入 下的时候小心一点油温高 接到手上 等不如就一个泡 可能可疼了 全部下去以后开中大火给它炸制 给它炸到啥程度啊 看到没有 捞出一块肉来哭呲一掐 里面没有血丝了 然后往出倒 锅里面流入底油 下入花药粒 再加入辣椒段 辣子鸡辣子鸡 那辣椒段那必须得多一点 但是我这也不算多啊 给它炒出辣香味以后 往里面放入蒜末 蒜末不得意不放啊 按自己的口味来 也可以放入葱花 最后把鸡丁给它堆入 相乘性的翻炒五六七八下 然后加入盐味精白糖 盐不要太多啊 太多嘎咸咸了 给它翻炒继续以后 往里面撒入白鸡嘛 调调好的 再来一把大葱花 出锅之前 来点红油 这小味得来就上去了 割了巨鱼出锅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带着你的胃 满满灯灯 学会的朋友也不用感谢老弟啊 给老弟点个爱心就行